适逢涨潮,加上连夜豪雨清洗,马来西亚冰省多个水灾黑区淹水,其中受到严重清洗的灾民被运送到霹雳路清真室。 冰城又发生了水灾,就收到一些照片的信息,到的报告是有9户人家受灾,还在清真室的树上中心,没有回到家。 2017年11月间,马来西亚冰城发生了历年来极为严重的水灾,位于冰城霹雳路的清真室主动提及合作计划。 除了共同演习,也在霹雳路清真室建造一个储藏室,放植振灾物品。 慈济之工送上的振灾工具,包括救生亭、救生衣、安全帽等。 此次水灾,振灾物品储藏室发挥极大功能,让大家能以最快的速度,再送灾民离开灾区。 此次之工还把十张付货床送到清真室,希望能够安住受灾山心或是不安的心,可以好好休息。 有灾难发生时,大家齐心合力陪伴。 希望能够安住受灾山心或是不安的心。 希望能够安住受灾山心或是不安的心。 有灾难发生时,大家齐心合力陪伴。 协助受灾乡亲度过艰难的时刻。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冰城庄慈林周杰一采访报导。 2randon inspectors 3rd羅鈴 8477 3 salt